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rd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 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将来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吴景 进入到夏天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喜欢来加拿大进行户外游 不过讲起户外游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么在出门前 有哪些知识 您必须要了解 特别是安全巧常识 您又掌握了多少呢 现在在现场 我们就为您请来了 两位是业界的专家了 他们分别是中青旅 加拿大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亚威 欢迎您 旁边的这位 是来自我们温哥华 户外登山社群的资深人士了 义胜先生 欢迎两位 两位简单的 跟我们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这个户外游的概念 可能从孙总开始 好吗 好的 中青旅加拿大 也是涉及到一些 户外游这一方面的 产品线路以及服务 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 大家说户外 做户外 户外怎么高手 其实户外这里面 有三个不同的概念 在所有的室内以外的 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叫户外游 活动 活动 那么 其实它分成三个等次 一个就是我们在户外 搞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到户外打个篮球 踢个足球 走走步 跑跑步 都属于户外的 对 另外一个 我们专业上来讲 它叫亲户外 亲户外 通常你要上几次课 那么 这个 学习学习 这样会 比如说批滑亭 对 批滑亭不是说 你上了这个顶 拿了奖就可以 就可以滑 比如说就是滑雪 你也要有一些设备 你要上几次课 但是这个通常呢 它的风险性并不是很大 我们这个 有很多很多的 机构啊 能做这些活动 就是提供这些服务 那么还有一种呢 我们讲的就是 众户外 它叫hard outdoor 或者是outdoor adventure 这属于比较探险 那有一些探险的东西 同时呢 它的确是安全这方面 风险是比较大的 它除了你要有一些学习 上一些课以外 你自己的身体的准备 还有一些专业的设备 这个都要 要有具备的 不是你说 哎呦我很高兴 我今天打算去登山了 对 登山了 我们就去吧 就走了 那个就是不行的 包括穿着是什么样 不行 这个是要有准备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分清 你参加的是什么东西 你喜欢这个东西 属于哪一类 属于哪一类 你自己要有一个 有一个打算 有个心理打算 另外一个 所谓的户外活动 一般来讲 不会签这个免责 那么轻户外和重户外 都是要签免责的 所以就说如果你是整个一个group的人去参加 比方你有一个组织者 所有的成员 参加的成员 因为它的风险无处不在 其实讲到这么多 我想可能先稍微打断 孙总一下 因为这个知识好像很广 我想请教一下 看你是这个资深的户外人士了 就刚刚 就孙总给我们介绍了 这个亲户外和重户外 以你个人的经验 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两个例子 好不好 好 亲户外的话 一般的话 大家不需要准备太多 然后就可以去玩 重户外的话 主要是你在身体上装备上 需要一些准备 不管是两种户外活动 如果是 你不是单独出去活动的话 一般的话 你参加小组活动 都会最好 最好实现有一个 免责的签署 一个免责的协议 或者你要求其他的朋友 或者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就签署这种免责协议 有这种免责协议的话 大家都是对自己的安全心理负责 哪怕你是随团的话 或者是随一种商业团的话 实际上也要对自己的安全心理负责 亲户外的话 加拿大有一个特色就是 路上有很多自然动物 特别是熊 大家都听说过了 有关加拿大熊的故事 一般的话 哪怕你是走你的后院的血儿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到这种野生动物 最好的一个保护方法就是 哪怕你去遛狗或什么 你家的后院的话 接近森林的话 就是应该带上这个小东西 熊喷 熊喷 熊喷的话一般在户外店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熊喷 这两样东西的话 一般的话是比较必备的 一个亲户外所需要的东西 那其实讲到这个亲户外 众户外比较重型的 可能很多观众对这种比较专业的名词 不是特别了解 我记得谢瑞你有说过 好像有一个登Mountain Baker的发生意外的一个故事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其实我们去登Mountain Baker 相当是中户外这一块的 就是加拿大美国 尤其是加拿大 咱们这个必须省这一块 其实是得天独厚的 这个真的是好地方 去Mountain Baker不是很高的地方 三千左右吧 是米还是尺 米 三千左右 那么大家完全没有高反 但是你涉及到的东西 这些设备装备 你用的技术 登山的技术 和你看到的 感受到的 跟爬这个珠峰是基本是一样的 哇 好像我觉得我平时开车的时候 就能看到那个Mountain Baker的那个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练习的基地 所以我们就经常去 上一次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我们几个人 也有一个很 比较资深的 很资深的 爬了很多很多雪山了 所以呢 但是最后还是出了问题 就是丢失了 走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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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 他要在外面野外 很危险的环境当中去过 陆树营 他自己 他自己一个人 那么Cent就在那儿守了一夜 第二天 其实是半夜 上去去营救 那么我们也动用了 急救的救援的组织 其实这个网络很好 但是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在这个山上 是完全没有手机信号的 对 很多人可能没有去 专门带一个GPS的一个装备 你没用手机就可以了 他这次走失 也是因为他没有带这个 定位的 就是离线定位的东西 所以他基本上不知道 他在什么地方 另外他中间 哨子 急救这个哨子 丢失了 丢失了 它怎么会脱队的呢 大家不是一块走的吗 这个东西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 其实登山有很多很多的距离 大家要遵守 就是要严格遵守 比如说大家同进同退 对 要遵守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参团的时候 或者参加一个社区活动的时候 一个同样组织的话 你都要有一个对自己的 身体的素质啊 这个能力啊 但要匹配 要匹配 在这些东西没有达到的情况之下 那么可能就会有中间一个人说 OK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了 我要先下去了 那么这个整个就性质就变化了 而且这也影响到整个一个团队的 就是一个团队 那么就会其他的人呢 也可能就 因为有一个人先下 其他人有可能就也可以接着下去 就是有很多因素啦 所以我们这个资深的人士呢 就因为他是滑雪下去 那么就自己滑雪下去 其实主要是他这个 没有跟我们保持 保持一个联系 保持一个联系 这个信息上的勾复 在我们分开的时候 就是有特别的嘱咐 他也自身 没问题 我们会 我到那个位置 会跟你们联系过来 但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受到过 这个信息 我们有很多黑套黑的东西在 但是他一直没有 没有沟通 那么下去了之后 那体力就倒在山下 你走错路了 那体力也就没有了 你都不可能爬上来 那基本上如果说 比方说我是第一次 参加这样子的 户外的这种 爬山的这个登山团 那大概有哪些装备 就是比较 还有基本的一些安全常识 我必须要先了解的呢 这个我是觉得 你首先你要 不管参加这种 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你要都对 要去的这个产品 要去的地方 这个地点 和想能够设计到的 这些各个环节 都要实现做一个 准备的功课 你不能去了再学 都是要实现要准备 觉得我可以去 你才能去 另外呢 你在准备过程当中 你又可能涉及到 看待了一些 这些这个装业 这主要是一些 一般的话 重装备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设备 这些装备的话 可能每一个 跟我们观众朋友 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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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冰爪 这个是 那个安全带 是借腰上的 这边的话 有登山用的 那个冰稿 还有登山绳 还有头灯 和那个 安全帽 这边的话 专门是 高三鞋 高三鞋到 和你平时 穿着运动鞋的话 很特别的地方的话 它的鞋底是非常硬的 底支非常硬 对 鞋底非常硬 这非常硬的话 主要是为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 和那个冰爪 它配合得很好 第二个的话 就是 你在走路的时候的话 不会伤起你的 脚踝这样子 另外的话 不但是你有这些装备 而且你要知道 每个装备是怎么用 每个装备的话 在你攀登你的 那个目的地之前的话 先选择一些 比较容易的这些chill 选择容易的这些路 先去死死嘴 另外的话 有可能大家说 OK今天天气不好 我就不出去了 虽然我有时间 但实际上的话 你应该的话 天气不好的话 也去 但是可以去比较容易的 你可以适应不同的环 主要是 你带到 差不多3000米 或者2500米高度以后 山顶的气候 会经常会变化的 所以说 基本上要所有的 这种天气强方的话 你都有点 自己有点支持 有点经验 这样的话 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的 那谢谢 衣服什么也是要 对 这个衣服 这个装备也是很重要 如果穿的 这个保暖不够的话 可能真的碰上意外 就很危险 很危险 好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继续请两位 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户外游的小桥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